大台中山首线是市长林佳龙的重要证件 其中负担台中山线、海线以及彰化运能的维校山首线 7月份通过了交通部的核定 即将展开首部曲 明年将先编列1000万的经费 进行成功到追分的西部设计以及土地取的调查 预计在107年施工、110年完工 市府表示这一段将是奠定大台中山首线后续基础最关键的一段 深蹲台中10年市长林佳龙将打造大台中山首线定为重要政策 而这环装铁路中最关键的一段 就是负担台中山线、海线以及彰化运能的维校山首线 交通部在7月份通过核定 即将展开成功至追分段的铁路计划 交通部已经在这个月已经核定 先从我们的维校山首线展开首部曲 那明年我们已经先编了1000万的预算 先处理成功到追分的西部设计 跟土地取得的调查 那整体的这个经费15亿元 预计在107年会开始动工 那110年就能够完成 这个成功到追分这一段的维校山首线 从维校山首线展开推动首部曲 成功到追分段全长2.1公里 原本是单轨 过去民众从海线到山线 如果要省时都得先到彰化才能坐换车 但未来双轨完成之后 对于山线 海线以及中张头苗区域治理 非常有帮助 它全长只有2.1公里 可是因为它负担起的是跟彰化 跟海线山线的一个运能提升的这个任务 所以这一条是整个山首线最关键 这一条的运能的提升才能奠定后续山首线的基础 交通局表示目前也请交通部进行大庆道 污日段的铁路高架化 还有大台中山首线900多亿的预算修正报告已经送出 包括后离到大甲的彩虹山首线 以及大甲到追分的海线双轨高架化 希望交通部召开复省之后 一次核定分年来编列预算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